好 Democrats 作為何我丟了 油價即使你沒有這個耳巴的問題 其實我相信產油國都是在調校油價 它都不會讓它下太多了 近期來說其實整個油價的上下限已經向上移高了 就不再是以前六十元到七十五元 現在是移高了上來的 現在去到75元到95元這個水平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很難要油價再回下來 這個也是另一個因素 也是影響著市場 所以其實都挺混亂的 市場不是這個10月份 甚至乎延伸到11月份 都不是一個很穩定的市場 所以你說是不是見了底 我想都要先看看 始終就是說 現在都看到一些地緣政治又不穩定 加上產油國也不想油價太低 這方面來說都會對油價構成影響 固然美國戰略儲備少了這麼多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因為你放極出來 油都是壓不下去的 主要都是看產油國的那個態度 所以整體來說 都是有一定的風險 其實如果你想買一些股票 或者換馬去安全一些 或者是會比較好一些的 我想息口又高的就是三桶油 三桶油因為能源 這一段時間都不會有機會大回 能源價格不會的 所以那些油股都會企業好一些 這個也是一個選擇 剛才潘Sir分析的時候都說到 短期內看到油價都有機會 因為外圍的戰事加劇 令到油價持續推升 三桶油都是不錯的投資選擇 不止的 崑崙能源也是 崑崙能源也是下油 其實我最近一兩個星期都有推介 崑崙能源有大的資金慢慢流入了下去 所以是值得的 甚至乎中集安稅科這些清潔能源的東西 有關的東西都是有一定的憧憬